看了这个事情之后还是有点气愤 感觉自己好像是上当受骗了一样 我问一下两位老师 有这种感觉吗 有 我感觉啊 你说莫先生 你是为了应急救病啊 你还为了敛财还债啊 我们大家捐助的目的是什么呀 像一个行不救命的 而不能说你因为给孩子 曾经花过一部分钱 然后你就用于还债了 另外一个我想 他本身申报财产的时候 和用于用途的时候 他都属于欺诈了 那他欺诈救助者和平台这个行为 过不过程诈骗呢 我都是保持一个合理的怀疑 我首先呢 这个赞成刘洋老师这个说法 如果说遇到了欺诈 账款的这种情况 要坚决地严惩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跳出这个案子 比如说 可能很多的特殊困难的家庭 这孩子治到一定程度 治别去了 比如说终生的残疾 这个家庭承担不了 他就有可能会出现放弃 那对他来说 这个款已经拿到手了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剩了钱了 我应该返回去 返回给谁 没有一个渠道来实现 那从他的角度可能会认为 我就可以自由地来支配这个钱了